0元够咯 老哥 绿化袋上的芒果你都吃 真不挑啊 你懂什么 免费的才是最香的 虽然都是芒果 但我们绿化芒 没经过好好培育 口感难吃不说 还有大量果蝇在上面产卵 你确定下得了嘴 这么买态 那我自己不吃 卖给别人总行了吧 那我更不能让你害人了 马路伪奇多 加上农药残留 我身上全是有害物质 大量食用会影响人体神经 生殖以及免疫系统 做人要给自己积德啊 想不到绿化袋的芒果 危害这么大 看来还是不能太小便宜啊 兄弟 你这是参加了十周年演唱会啊 我得这么伤心 别瞎说啊 还不止你胃太大了 熏得我眼睛疼 哎呀 个人魅力太大 耽误不住 谁叫我有那么多酸胺酸梅 用被切开 它们就立刻飘在空中 刺激你的眼睛 可不就累失惊了吗 那我闭着眼切 总行了吧 你傻啊 把我放水里切 不就能减少 自己性气体挥发了吗 每次切你都得浪费一盘水 水费不要钱了 握不住的傻 不如扬了它 哎哎等等 还有个办法 你切我的时候 浇快口香糖 也能不流泪 人体下眼瞼 有个排泪小孔 连通鼻梁和喉咙 一边浇口香糖 一边切洋葱 可以在口腔形成负压 把眼泪吸到口腔里 可不就没有流泪的烦恼了吗 这么神奇 尊度假度 口香糖和洋葱 这么丰满牛不相及的组合 居然有这妙用 果然 学好树里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哎 真是服了 一盘发霉 一盘发芽 都不能吃了 对嘞对嘞 我们都不能吃了 快把我们都扔掉 我是发芽不假 可我又不是发芽 苦豆那般吃了可能中毒 你听了他的 你就要去跟太阳肩并肩了 哎 真是太恶毒了 才不是嘞 其实我们发芽花生 就跟豆芽一样 不仅能吃 而且营养价值 比花生本身都还要高 花生发芽后 脂肪含量会降低 维生素大大提高 抗老成分的白鲁卤醇 更是高出好多倍呢 原来如此啊 差点就中了发芽花生的豆了 把你也丢掉了 为了保持年轻 可得多吃点 咱们在地下修行了这么久 是时候蜕变成枝料 去树上唱情歌了 大哥 你知道 咱们可以炸 煎炒 水煮 烧烤 多少人觊予我们 你现在敢出去 很开心 你跟着我 晚上没人发现咱们 哇 这里好光滑 好好玩 大哥 别玩了 咱赶紧往上爬呀 这有啥好玩的 确实好好玩呀 叫你玩 现在被打住了吧 大哥 要怪就怪树上 那一圈胶带呀 太滑了 不能往上爬了 在树上帮个胶带 抓质料红 也太容易了吧 吃牛肝菌耶 有口福咯 看好了 我是红牛肝菌 吃我 小心糖板板 你又不是红散散 白干干 我吃了咋可能糖板板 吃你一口 你还变成了青紫色 真漂亮呀 废话 我又名剑兽青 果然真的是剑兽青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这些操作 只会害了你自己 好多彩色小精灵 你们等等我 我也要悄无 你出现幻觉了是吧 蘑菇竟然会说话 国旗内还有一种 可以直换的毒素 叫做罗盖菇素 罗盖菇素附在血清锁中 进入大脑皮层后 搭乱皮层中的神经连接 使人出现幻觉 蘑菇说话居然还带字幕 你中毒了 赶紧去医院吧 我不可能中毒 我只是吃了没煮熟的君子 老婆不在家 借她项链一用 小心你老婆揍你 我这是按照古法预方 把你们磨成牙粉呀 到时候大黄牙变大白牙 老婆不得嘎嘎戏翻我 这么大个窟窿 赶紧处理一下 轮到我喽 静静静 你俩刷钢丝球呢 让你刷白 你怎么把人家刷伤了 一个胆 梦里真不狠狠猜 都看不见 你俩别闹了 想想办法吧 还是看我的屏幕杀手剪吧 我这小圆瓶 不是能像显微镜一样 正在刷哪 哪里刷不干净 我这都一目了然 云般牙斗 都别想从我眼里逃脱 你看着好了 我还能按牙一胶的刷牙法 给你刷 活了这么多年 头一次这么干净 等等 还有云烈 斩草要出根 走你 果然 又平的才是王者 再也不担心牙坏了 笑容加小人平大哥 以后你就是我的 super idol 晚上煎个胡椒牛排吃吃 大哥 你听到了吗 他待会儿 要吃你和牛排 笨蛋 黑胡椒才适合来煎炸烤的 我味道温和 炖菜炖汤 才是我的主战场 咱俩不就一个躯壳 一个没躯壳的区别吗 咋还分得这么清楚 区别可大了 虽然咱俩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实 但你是还没成熟时 就被踩下来了 我是完全成熟后才踩下来的 而且你的味道可比我更辛辣 更香濃多了 不 怪不得你比我贵 偷情这么久 原来黑胡椒和白胡椒的区别在这儿啊 嘿嘿嘿 这牛排就靠你了 唉 烧点水喝喝吧 你也太懒了吧 这水都反复烧了几次了 还敢喝 多喝热水有什么问题吗 反复烧开的水会变成硬水 喝多了会得及时 硬水是溶解了很多钙美化合物的水 多次烧开之后 水的溶解量越来越小 所以反复烧开的水不会变成硬水 相反会变成软水 不会得结石 哈哈哈哈 那 反复烧开的水里面有很多致癌物质 压硝酸盐 实验证明反复烧了几十字 压硝酸盐含量都低于国家标准 不影响我多喝热水 哈哈哈哈 这水你放置了这么久 难道不担心微生物的滋生 说的有道理 反复烧开的水正常饮用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放置过久 由于微生物的滋生 还是不饮用的好 多吃养分 好生长 这是我的 你别抢 养分都被你吃了 我都快营养不良了 怪我咯 你应该怪他们呀 这水稻怪香的嘞 救命呀 救命呀 就算你叫不好咯 也没人来救你 你叫我 有事吗 现在没事了 哇 香的嘞 大哥 别吃我 还是杂草和害虫好吃 你到夜上全是毛 我都不屑吃你 你这千然有机肥 还能促进我生长 谢谢呀 道牙公养 不仅能养出肥美的道花牙 还能提高水稻品质 一举两得 老弟 成天待在树上多无聊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呢 你人还怪好的嘞 你个老六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咋把我俩下锅了 喂 我们新鲜木棉花 还有生物毒素 吃了 就送你窜息大力包 别怪我没提醒你 新鲜木棉是有毒物 不摔干了都没有啊 把你俩焯水 再摔干 不就行了 早就听说木棉花胃肝 还有清热解毒的良效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 还能怕你个木棉花 我大意了 没有闪 木棉花亮汤 果然香的嘞 哪来的红蜘蛛 悟空 救我呀 大哥 有话好好说 我叫大吃满 专门来吃红蜘蛛和牙虫呢 给你看我的证书 胡说 我看你就是吃饭了的红蜘蛛 这么大 做一口不得要我老命 走开走开 总有一天你会求我的 现在的骗子真多 幸好我聪明 身上这么痒痒的 老弟 不认识你大哥红蜘蛛我了 看来得给你一点教训呢 快走开 赶在我的地盘兴风作浪 鸡肉味 嘎嘣脆 哇 大吃满大哥 你好厉害啊 干脆留下来当我的虎花使者呗 看我说的什么来着 我们大吃满 个头比红蜘蛛大多了 大约有芝麻大小 跑得还快 而红蜘蛛肉眼看 只有一个红点 慢吞吞的 以后可别再把我们认错了 大哥 我都成熟了 可以来吃果子了 老弟 你这果实 不会是熟过头了吧 地球人从不骗地球人 那就信你一回 老弟 不是说了地球人不骗地球人吗 你怎么欺负老十鸟呢 我确实不是人 是一株人冬啊 我这果实生长这么久 里面的淀粉转发为糖分 糖分发酵成为酒精 你自己吃了这么多 能不醉吗 火酒剑 跳广场舞 居然见到喝醉了的鸟 还是先放安全的地方 等它慢慢醒过来吧 哪儿来的小虫 这么猖狂 看我不拍死你 拍呀 你拍我呀 我看你敢不敢拍我 这种要求 我这辈子还没听过 又痛又痒 好难受 连我们影翅虫都敢拍 我看你胆子够大呀 我这些红斑都是你造成的 如果你对我们拍打 摩擦 我们身体里的影翅虫毒素 就会溢出来 毒素接触皮肤后 就会引起烧伤和炎症 你们实在太可恶了 还有更可恶的 如果你抓脑后 再触碰其他皮肤 还会引起新的伤害 那我顺手甩飞你 不就好了